新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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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一天就从 每日灵粮开始! 感谢主今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 今天我挑选的是第十八节 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我觉得当时在这个时候 我想你看了这个整个的过程 前面讲到这个 约喜别想要杀死伊利亚 所以伊利亚开始逃 他开始逃 那神在跟他讲说 他为以色列人为自己留了七千人 好,留了七千人 我觉得我看了一个圣经学者 他在讲到伊利亚 他说伊利亚呢 在他的一个错误的判断 他认为他自己是不能取代的 好,是神唯一的一个希望 他错了 好,但是呢 我觉得 嗯,神在这里还一次再一次的讲 好,再一次的讲 好,再一次的讲 那个留下 七千人那留下有一个保留跟维持的意思 好,那在原文里面并没有为自己 就是,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 所以呢,我觉得神在这里告诉伊利亚 有七千人 有七千人是没有敬拜过巴黎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不是祷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有没有过分的高举自己很重要 可是我们忘了旁边 事实上有很多人 他们也努力的 也是这样的敬畏神的 那个清水 是在当时是一个崇拜的一个部分 好,与巴黎清水 好,是在一个跟敬拜巴黎的一个仪式的 其中一个部分 而那个屈膝呢 屈膝是指在他们在敬拜巴黎的时候 会跳舞的一个姿势 好,所以这个舞蹈 这个清水 都是在巴黎的 在这个跟巴黎的这个 这个拜巴黎的这个仪式的里面的其中一环 我自己看我就觉得是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 求主来帮助我们 是不是太过于看自己 而且呢 我们好像行了一个神迹以后 有人也这样说 当这个以利亚行了一个神迹以后 他就回到他自己的肉体 他就害怕了 他就害怕这个耶喜别了 吓到了 赶紧的逃命 赶紧的逃命 即使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所以我们来 真的来求主 帮助我们 有一个真实对神的一个信心 也相信 神必预备 神为他的国必预备 主耶稣 真的求你来帮助我 让我懂 我在神国的角色 我也懂 我应该做什么 主 我不过把自己看得过高或过低 我懂 我在你眼中的位置 谢谢主 谢谢主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也鼓励你有什么感受 开下面的留言 可以留下你的感受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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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